賴清德在選舉的時候 曾經說過 若韓國瑜當選立法院長的話 會帶領藍營的17個縣市 去中聯辦跟國台辦 針對這個部分呢 韓國瑜的回應是 不要過度緊張 過度解讀 我是中華民國的立法院長 會謹遵中華民國憲法的 權力跟責任 首先我問一下這個 立將軍 韓國瑜現在來了 那他已經有說了 未來他到底 他不會動用警察權 而且呢 開議日期呢 也可以來做討論 那大家有很期待 蠻多人都在期待 韓國瑜未來在國會的表現 我覺得 王志堅不是很喜歡送人家禮物嗎 對 我建議王志堅這時候 可以送給韓國瑜一頂鋼盔 對不對 可見未來在立法院裡面 你看現在才 當選才第二天 大家所有人都拿放大鏡 開始在解釋韓國瑜了 所有聚光燈的 媒體的聚光燈 都放在韓國瑜身上 你今天早上幾點鐘上班 幾點鐘出門 你月薪多少 所有人 然後這個罷免立法院院院長 變熱搜的第一名 所以大家現在焦點都放在 韓國瑜一個人身上 那我們可見得說 這韓國瑜肩負的肩膀 其實我們當然不能在旁邊看 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種壓力 其實是很大的 可能在這種狀況下 也就韓國瑜扛得住這種壓力 因為所有任何一件事情 都會被媒體來做放大鏡的一種檢視 包括你的人事安排 包括你一舉一動 包括你經常講的話 可能你講了很多話 來講的話 有些人認同 有些人哈哈一笑 也有可能有些人就會拿來做文章 那我這邊很誠懇的就是 我建議我們的韓國瑜韓院長 一定要 你現在畢竟當選院長以後 一定要謹言慎行 因為你現在很多話 會被人家拿來做文章 你畢竟來講 不是以前的那種就是 這個一般的庶民 你現在已經是一個院長 那之所以說 我講說未來來講的話 在不管是在這個 秘書長方面的協調安排來講的話 其實因為我們對政治來講 不是很熟悉 那我相信韓國瑜 他一定會選出 他能夠跟他配合的一個 而且熟練行政院 各種運作的人 來擔任這種角色 來協助他做這種工作 跟這種任務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說 你韓國瑜現在來講 從明天開始 你可能只要高興一天就好 從今天開始 不是從明天開始 從今天開始 你昨天高興 當上院長一天以後 你今天開始 你就要打起精神 你就要準備應付 各種的考驗跟挑戰 就開始隨之而來 那就已經不是 你不但是要被這個綠營政黨 拿來做做放大檢視的對象 你也要對藍營的這些民眾 大家也會對你因因其半 尤其你講的這些話 莫忘事實上苦人多 其實一般的這種藍營裡面 一般的庶民 會對著你抱著很大一個希望跟期望 這些都是你的挑戰 這些也都是你的這個必須要經歷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等著來看 對不對 我們希望還會在未來的這種 你現在又是國民黨 又是第一大黨 尤其現在來講 綠白之間又鬧出一些嫌隙 一些糾紛 在不合的狀況之下 其實是國民黨很好施展身手的時候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怎麼樣答應過我們說 你要通過國會的改革 尤其是NCC的人事法案 第一個我希望在這方面 把它列為第一個 還我們台灣一個言論自由 這是我們一般來講對韓國會的 第二個就是說你這種 尤其一些弊案打貪打斧的 掀斧的一些調查 不管是高端的弊案 或者是說雞蛋的案件 或者是論文 假論文的案件 甚至於說是 這個海昆號國艦遣照 遣見國照的這些弊案 來講的話 你是不是有這個能力 把這些弊案全部掀出來 然後甚至於進而一步 來立下一些 對我們福國利民的一些法案 我覺得來講這是最重要 尤其是這次來講 我們這個看到說 綠白兩個陣營彼此之間 可能從此以後結下心情節 很難在合作的狀況下 那國民黨你如何團結 那昨天是讓我們感到 很高興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昨天感到 最意外一件事情 是國民黨沒有發生意外 對不對 整個選舉過程中 沒有發生意外 因為這指名道歉 講說有世襲的立委 我是不曉得哪世襲立委 有可能會跑票 但是很高興就是說 昨天最大的意外 就是國民黨沒有意外 那可見韓國瑜有他的人氣 他能夠擔任這個職務 最起碼在國民黨黨團裡面 他有整個號召能力 再加上傅昆琦 這種也是屬於說老江湖的 一種類型的政治人物 他應該可以立抗柯建民 那我們期望說立法院 在韓國瑜跟傅昆琦 這兩個跟螃蟹的兩隻爪子一樣 能夠再發揮立法院裡面 這個期許他們在未來 來講能夠兌現他們當初 要競選立法院院長或者是 競選總召的對我們的承諾 那不管是對民進黨 或對我們南英的支持者 你不要忘了你對我們的承諾 我覺得今天開始韓國瑜才要打起精神 好好應付這些挑戰 借大使我問一下 你覺得韓國瑜接下來頂得住 民進黨團的這個來勢洶洶嗎 另外大家也在期待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有很多閣員都很喜歡 對立委們反質詢 你覺得接下來韓國瑜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當場來制止 借大使 韓國瑜事實上我覺得 好 借大使我們麥克風不小心掉了 讓他來重新別一下 韓國瑜我想他在立法院也是老手 我想他做的很多話 就是說表面上他說的都是一些 看起來是希望兩黨能夠怎麼講呢 一心為國啦 就是說一團和氣 因為他心裡面他應該很知道 大概這個最後的氣氛 就跟這個柯建民的臉上表情一樣 回去都在磨刀 準備好好的大殺 這個好好的大戰一番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這嘴巴上講的是整個雲淡風輕 然後很正面 可是心裡面我知道 他的這個前面的路是很難走的 尤其他曾經經歷過 在高雄市市長位置上 硬是被民進黨給 動員那麼大力量把他拉下來 他知道政治很殘酷的 這個不是你有沒有善意 或者說你的態度如何 你面臨的對 你面臨的對手是用什麼態度來看你 怎麼界定你 這個很重要 那現在這個說實話 我覺得韓國瑜他雖然有54票支持 可是並不等於57票 這個中間佔了在立法院 還是要跟這個 還是要跟這個民眾黨合作 民眾黨合作的 那所以就看他的基本的策略 我覺得策略的話 他如果能夠好好跟民眾黨建立一個 怎麼講呢 有共同目標的一個 一個怎麼講呢 一個可以合作的對象 那麼用這種怎麼講來 用一種談判的方式 維持這個結盟的一個 基本上的能夠大體的存在 那麼他在立法院還有一點點 怎麼樣 還有一點著力的空間 要不然平54票是沒有用的 平54票是沒有用的 那民眾黨的話事實上他這一次 陳詠欣也等於告訴這個 告訴了韓國瑜跟國民黨 事實上你要講人脈 講這些老關係的話 那民進黨跟民眾黨之間 可以溝通的人太多了 陳詠欣隨便找一些人 這些醫界的人 跟這個馬上就可以跟柯文哲 對得上話 太陽星全校課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缺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我的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瘡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Joke VIP VIP 創佳 VIP VIP VIP